你还在为打不准球发不上力而烦恼吗 大概率是球感出了问题 三个球感练习 让你也能成为控球大师 第一个练习急速踮球 用正手握拍或反手握拍进行踮球 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将球速踮到最大 练出快速发力的感觉 第二个练习正反踮球 用正手握一个 用反手握一个 有节奏的进行正反手切换握拍 练出正反手切换握拍的速度 第三个练习停球练习 用正手握拍将球抛向空中 然后将球卸下来 再踮起来将球卸下来 再踮起来以此循环 练出连球发力的感觉 三个练习的原理 都是通过小幅度的动作控制 来激活我们手上跟脑子的神经细胞连接 三个练习的原理